中国经济现在被判断 当然是西方的主人媒体 有三个表证 第一个物价下跌 他们叫做通缩 但是通缩不是这么定义 读过经济学都知道 第二就是年轻人失业 是超过20% 超过20% 第二就是所谓的 地产泡沫 但是你以三个表证 而去推断到 现在中国经济在疫后 已经无法再起来 再由华尔街这些财演式的 所谓的工具式的报纸 这些工具式的报纸 专来用来攻击一些 比它更加辉煌的经济 所谓的工具 这些垃圾报纸就说 这个是中国40年的 繁荣就已经过了 这是另一个时代 急于是概观评论 中国还没死 但是 对于很多受美国教育 或者美国利益的人 很适合 好了 我说一下我的现象 为什么适合 尤其是一些 不是美国人 可能是中国人 香港人 中文网 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 有一篇文章 他的原文 即英文 就是 What can we play China as a global economic engine 没有中性 有人可以替代到 中国这个人情 一转到中文 可能是符合一些 香港人 或者内地的亲密人士 中文就很煽情 中国经济僵尸化 对世界意味有什么 就是说 中国是停滞不前 作者那个题目不是这么起的 但是要讨好一些 香港很多人就说 一定是僵尸的 他由20年前 开始数中国帮古论 中国僵尸论 到现在 因为他在美国读书 他在美国留下利益 那些人 不是智慧的 是天生出来 所以中文也是 当然 那些很多人 我不看中文 但是很多人 就更加次一级 所谓 对于美西方 精神 美西方人士 很有市场 僵尸化 中国已经变成僵尸 你看到僵尸先生 或者说这些电影 僵尸化 但是小健 其实这篇文章里面 你看到里面 他的原文 并不是如是 中国是否僵尸化 他没有这个情况 虽然他也挺美国厚劲 首先他承认中国是非常强大 不过他在前面 当然要说 生产力平均不展 青棉人失业20% 但问题是 说过去那十几年 全世界 如果没有了中国这个引擎 世界经济 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形象 2008年到2021年 全世界的人 GDP增长了30% 全世界30% 但是只计算中国 GDP增长了263% 即是2.63倍 中国对全球增长 增长的贡献超过40% 即是四成的增长 如果将中国排除于数据之外 全球的GDP 增长就不是现在的51% 而是只有33% 即是会全球经济失息 当然了 没有中国不会死的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全球人均增长率 全球人均增长率 就从现在的30% 跌至只有12% 即是说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这个世界经济也挺立落 当然了 这位作者也为了政治正确 都常说 你很多数据的水分 我不信得过中国的数字 你看看中国的数字 你看看中国的建设 基本上 国民收入 或者是他们的消费 远不是数据可以比喻 不过你说 我们这些文章分析 当然是用数据来说 难道是讲故事吗 当然这个故事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你问题才会说 但问题就是 中国最大的成就 1981年 全球的极端贫穷 不断严少 为什么 因为中国做了负贫 这个很重要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贫穷 14亿人搞不定自己的话 全世界都很大 所以这位作者也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过去中国的繁明带动了全世界 亦是全球增长 亦是中国是一个很努力 很善于生产的国家 很多国家过早去工业化 没有足够的自主能力 首先不要说这些最重要的国家去工业化 所谓叫做 中国今次的经济 以我的分析来说 我简单跟你说这些文章 我不是读人的文章 就告诉你中国是走出了三大陷阱 第一个叫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正如他所说 过早去工业化 因为他得到某些资源 某些技术的红利 或者是工业的红利 很快他的GDP增长得很快 但是他停了 就搞虚拟经济 搞金融经济 大的不用说了 美国这些根本不用说了 中等陷阱就说 无以为计 对了 那当美元运用的霸权 那些情况之下 你是虚的 因为你没什么经济 那一些的金融政策 比如说加息减息 就会累到街坊了 那很多的中等陷阱 就真的觉得超越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继续去创新 去有另外一个工业的空间 实际的空间 让你继续去发展 中国是最全面工业分类的国家 就是说我是很齐全 因为我是一个大的工厂 很齐全的工厂 所以这个也是第一个行政 走出了 我们没有去工业化 我们依然是坚持实力经济 这位作者也看得出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 由1970年开始 全球发展也是那段时间开始 只有20%的国家 缩少对美国收入的差距 其他80%的国家都追不到美国 但美国现在和中国比例 中国是占美国GDP85-74% 最新是1.74% 之前是1.78% 当然这些数字可能有 有得拗 哇 你已经下定论 中国一定追不到美国的GDP 因为中国现在有300人的机 防贷失业和通缩 但是并不是事业事 美国的通胀很近 很强劲 而人民币有贬值 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计算实质 不要调数字来说 可能我们现在 美国的实质的GDP 可能更高也不一定 但是这些就不是 他说这些数字的东西 这些就只有港字 他也提到说 印度很受看好 但是他说 引述外交政策的篇文章 说印度的制造业近年都萎缩了 农业劳动力就实际上增加 就是说他的工业就不是很强 私人投资的GDP的比例 也不如十年前 总统莫迪 我们总理 印度根本实现不了 这个 现康先知财富的发展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印度会有自己的问题 他说 如果你真的剔开了 就是说 中文那个题目 绝对是五道 中国没有僵尸化 因为中国 譬如 现在我说的部分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世界经济是很大件事 所以没有人会看经浪 除了一些小数 是汉探 或者叫做 或者叫做 沽空中国的人 之外 那也是 美国疫情在现在的疫后 他似乎想 玩回他的话语权 他觉得他自己 现在说他们的复苏很强 很多人都这么说 美国经济很好 表现了就是 中国的经济不好 因为疫后 反正你讲疫的时候 是用错 不科学 就是这样的效果 但是问题就是 这篇文章所说 其实美国现在的增长 是空间比较少的 反正中国比较大 那为什么中国比较大呢 这篇文章里面 提到一件事 中国是在未来 绿色经济 优势很大 譬如太阳能 譬如电动汽车 因为中国也在走一套 不是跟随美西方那种 工业化成小化 一美增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中国走出第二个陷阱 也会令到很多西方 不是很认同 也不想说 就是扶贫 扶贫是什么呢 更重要 大家都忽略了一点 扶贫是修正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 因为详细不说了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分配之下 只会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 都会重新分配给有资产的人士 分配给资本人士 而中收入的人 可能因此被他们觉得狗菜 被他们吸收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日本 现在变成M型社会 德国变成M型社会 美国 不知道是什么社会 每一次根据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 如果他们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 他们一定是越走越是尖锐性的贫富人士 强的人更多 M型、M型、再M型 但是扶贫就正式改变了这件事 扶贫就是说 每一次利用逆周期 即经济税的时候 他会做更多的事情 希望把分配更多 给弱势收入的人士 这也是叫共同富裕 所以扶贫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我帮了一些贫富 更加不是资本家 我赚了大钱之后 我捐给人这些慈善家 这些叫做扶贫 是吧 你用一些资本垄断 无罪抗张 去复权了五牌的资本之后 由你去捐 由你去取名 大陆不吃这套 所以会看到很多这些批评 所以你会看到 中国资负贫 是对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一个 一个调节 也很成功 如果你这么说 中国过去佔了极端贫穷的人 很多 现在有些减少 也不单指说 是减少了世界的危机 而且你中国警察会 north 如果是14亿人群zy 全都会有病 有不能治理 你要想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乩乱 不敢说 这样 stehen 他讨论了一步 转知现在在符文也走出了第二个陷阱 第三个陷阱是什么? 不听你这帮教师说耶稣 耶稣本来就是导人向善 你变成是误导人,走一条不归之路 完全就是放弃你的主权 听我说,用西方我讨论,中国没有走这一条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中国在外交、军事、甚至无级经济方面 都寻求独立自主 我们会听的福音 不过我们教师、耶稣、甲习的所谓的福音 我们绝对不接受 所以第三个走出陷阱 我们终于保住我们的主权 经理主权很重要 很多国家所谓去殖文化 或者是叫帝国崩溃的年代 就是说这个殖民地主意开始衰退的时候 很多人歌颂说这种东西 很多国家得到他们的主权 是的,他们得到是政治主权的一部分 经济主权依然是垄断在西方的财团手上 因为所有的资产、所有的华智企业 都是被资本的企业垄断了 南非的例子 这个曼德拉是独立 他争取了政治独立 政治主权 经理主权呢 还有很多文章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整篇文章就说 中国没有不僵尸化 首先第一个个案来说 是全球的引擎 如果中国经济有僵尸化 那就全球僵尸化 甚至可能禁忍 所以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 中国的未来就是由于它有中国 我们有主权 我们是经济主权 牢牢在自己手上 我们不会听你说 开放金融市场 让你进入韭菜 对吧 我们会自己一套方式去 依然保持我们实体经济 不听你怎样 就是说 这么辛苦的钱 你都赚了 但是实体经济就不是这么简单 保持我们齐全的工业的基础 这个才是人家的 量式 我们做了很多 我们不会跌入这个 收入陷阱 我们创作是以绿色为本 即是未来新能源 新的基建 也是我们的空间 基本上美国方面 或者美西方方面 是需要和我们中国竞争 所以企业能够取得市场的优势 或者它赚了很多钱 就可以投资新的技术 和新的科技 但是如果继续 就是所谓抗拒中国 宋赵茂是为了中国 大家其实没有什么好事 没有什么好过 僵尸的话 就是美西方正在僵尸化 因为它都找不到什么出路去做 另外 这个 《许乐时报》也有一篇文章 也很有意思 这篇 讲中国经济的文章 也挺有清晰 不是说一面倒去讲 一些中国的 所谓老僧上大学问题 其实你不应该每季每季 去追求中国的表现 你以为这家是上市公司吗 对不对 不能用每季表现 你两三季就说 中国就已经40年 崩溃了这些 更需要财演 就是说现在是报 整理了他 那些都说得出 那篇文章 真的很多人传重 中国已经没有了40年的范围 就是因为你那两季的数字问题 但问题就是这篇文章 就是中国是一个 依然保持它的人情 好了 但问题就是 来到了 美国对自己的制度 开始有点不太自信 美国的政治都很僵尸化 他有一篇文章 就叫做 如何避免坏人上当 用抽签代表这个投票 那篇文章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他现在觉得民主 共和两党都好像 都烂橙和烂平的一个选择 就是特朗普和拜登 所以在2024年 那个总统选举的别论前夕 人家对这个总统的信任程度 正向这个历史低点 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 越来越政治的信任度 向下调的话 就证明它的制度已经有问题 那果然是有问题 他说 怎样可以选到那些 就是由一个公平公正 又可以有诚信的人 可以当选到这个 就是他们 他们美国在僵尸 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他提出一样 就抽签 不如 他抽签的意思就是 他又引经据典 就是不能够 在古雅典 就是雅典时 就是古代的雅典 就是 人们可以选择 是否进入这个选举 就是说 我参选 但是我进去了 那当然 你进去这个入围 都好像 就是香港小姐选举 你都能筛选 但是问题是 这个资源 出来了之后 就不继续 再去给你竞争了 就是 用来抽签 好处是什么 他开始明白 因为 既是可以 折省到很大笔的 所谓 选举开始 2020年 美国大选 的选举 花费了140美金 这个 这个钱都不是问题 他说 这个竞争活动 因为有竞争活动 是需要钱 于是乎 就有特殊利益集团 提供这个竞争 因为有特殊利益集团 有支持的话 自然需要有回报 他们很清晰 这篇文章 就是《纽约时报》 就是说 他们对民主自由后面 所谓一人一票选举 都开始怀疑 互相竞争 互相出来辩论 说我们这些是民主现象 30年前 在中国和香港 很受到这里 很民主 但是现在用到抽签 就不得不说 有些是时光倒流 其实说抽签 是不是叫做不好 或者是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 我们也有认识 大家读回中史 这位是哪位 这位不是大军伐 这位不是剧照 这位就叫黎元洪 黎元洪 为何我会拿出来做例子 黎元洪本来就是 清朝的军队 111年就是生日革命 起武昌起义 黎元洪立刻躲起来 但是整个革命军 他们觉得如果是群统无首 随便找个人出来做领袖 于是在床下帝 就逮捕黎元洪出来 好像抽签 首先黎元洪已经入了候选池 为何你有这个能力才能做到 他当时做到什么 即是督军还是什么 即是这些财干的人 他是一个高级军官 自然进入了选举池 第二就是 现在群统无首 不要紧 随便是哪个 即是说 美国政治开始黎元洪化 即是说 宁愿有个黎元洪做美国的总统 都比现在拜登和这个总统 都互相浪费 互相在那里 就是进行金钱竞选 金钱竞选之下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不会有扶贫 为什么 只要是利益特殊利益集团 能够可以掌握到 他的政治能量的话 永远 资本资源制造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都只是再制造多一次的 不公平的社会分配 而这个社会分配 只是有利于这个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是很受保护 因为他们控制了你的政客 为什么要受控制你的政客 因为他们需要竞选 需要竞选 需要钱 需要有钱 于是他们就受了他们的摆布 你以为你是老闆 你以为你是总统 你只是打工而已 所以《起头时报》这篇文章 就很清晰 与此与其是这样 不如抽签吧 抽签也不是没有这个逻辑 刚才我说的 例如同样也是 你真的进入了候选者 你是一个有才干 你才能升到这么高级的人 有这样的见识 你才能做到这么高的官官 如是者 美国已经开始说 我很烦 你又有这两个老人家 出来说我 其实也没得选 不如有一大群人 他们不需要受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 因为我们只是抽签而已 我们不需要去到昨天这个 好像这个香港少女竞选 大家已经入围了 我们不需要再出来表演才艺 就抽签就可以了 他这个也比较是前卫的一个看法 也反映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也是僵尸化 但是当然他提条文章 就是写小说一样 魔幻兼科幻 不可能实现 因为美国的政治经济 还是在特殊利益集团 在那里把持 美国是金钱政治 整个美西方的选举民主 也是原始 很幸好 我们中国在这陷阱 我们没有踩下去 三大陷阱 富贫陷阱 中東收入陷阱 和主权陷阱 我们完全被拒过了 所以中国是有没有前途的话 就看我们能够坚持 中国式行态化 因为我们不是走 一些美国的所谓 选举民主政治 这些那么肤浅的 政治操作 是更加巨大的政治工程 我们如何保持我们的管治团队 是廉政、公政、移民为本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中学识研究 都不需要受理教师的指指点点 你不是这么做的,是你的事 你走你的一套,我走我的一套 指指而言 大家好,小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赴订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